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范唐高老师 我来继续帮你介绍在Android这个整个架构体系当中 这个设计招式,也就是设计模式,它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它表现的一个迹象万千,亮丽无比的地方 那我仍然说一下,这个教材呢,是来自我2009年所写的这本书 叫做Android设计招式之美 那这些设计招式呢,在今天4年多了 那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在Android的体系当中 仍然继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就以这本书当成一个教材,来帮你做说明 OK,那接下来也是,请您看一段我的个人的视频咯 所以我这本书当成是在说明一下 在2004年之前是Office是为主的,卖给办公室是主要的市场 那么2004年到2014年,是卖给老板主要的市场 是在街道上移动,在车上去了 那么2004年之后,它会进入到一个叫智能教育 那么我们在考虑考虑产业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整个产业的动脉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个之前是要上进本 在办公室里头买一个机器,买一个电脑 我去找一个很便宜的规定 拿一机,我要找一个很便宜的帽子,鼠标来配合 为什么?它是办公室的人 用公司老干的时间去找这么小的配备,来赏成本 是为了 到了2004年之后,针对的是老板 针对的是医生,针对的是行政的干部 针对的是行政的干部,针对的行政的年 他是赚钱终于赏成本 所以这个手机要做得好 一支五千块人民币不算贵 因为他要赚钱终于赚钱 所以要把一支机器做得好玩 好吗?晚上睡觉又好吧 这是现代的景景 接下来呢 他又衍生到我们家庭呢 就有娱乐、视觉、健康、安全 全部是我们未来市场的需要 未来市场的需要 所以以前叫做秀才不出门 能自天下室 在2014年之后 是总裁不出门 能办天下室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 我们这一个章节的主题 就是介绍这一个设计模式 这本书里头的第一个设计模式 叫做Template Master Pattern 在这一章呢 一开始我先帮各位介绍 也就是复习 我们所提过的 这是变不变分离的原则 之后再来了解变不变分离的之后 那如何给它做处理 如何表达 以及如何呢 做接口的设计 以便呢 再把变分不变 再把它整合起来 那这一个也复习呢 这个IOC的反向调用 这个反向调用 OK 叫IOC 那到3.4的时候 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四人帮 这本设计模式里头 他怎么介绍 这个Template Master Pattern 我来帮你做个 复习以及介绍 到3.5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Android的框架 那里头的范例 来说明Template Master Pattern 它的一种角色跟用途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变不变分离的原则咯 这边所谓的变不变 就是把变的程式码代码 跟不变的代码 把它分离出来 叫separate 就是分离 这个code 就是会变的代码 跟什么分开呢 跟这个不变的代码 把它分开 分开之后 再设计这个接口 再把它用卡榫函数呢 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 这个分离的目的 是为了要合 分就是手段 和才是目的 和才是目的 就像 据说 这个上帝 在从亚当的身上的肋骨 抓出来 分离了之后 成为夏娃 OK 因此呢 未来就可以 结婚 生子 人类 因此呢 这个生生不息 OK 就是因为 有分 所以 有无限多种 创意 的组合 所以 在这个 苏东坡 这个大文豪他 在他的 千古灵柱 就是赤壁腹 从喜到呢 从变者而观之 就是从变的角度来看 对不对 这个天地呢 也是一直都在变 也是一直都在变 我们原来说天长地久 但是 从变者的角度来看 他也会变 OK 从不变者的角度来看呢 啊 这个 任何的事物 跟人物 啊 都是永恒的 都是永恒的 OK 那 我们 应该 自己觉得 非常非常的 啊 这个 啊 有价值 非常的 自我肯定 那 又羡慕什么呢 所以 人有很多种观点 啊 这个 变跟不变 是观之而来的 也就是说 变不变 是基于我们的观点 所以 我们基于不同观点 就可以看出 一个系统的 啊 变 与不变 的这个相貌 所以 变有不不变 是外貌 并不是本质 啊 并不是本质 OK 同样一件事情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啊 就会看到 变不变 OK 好 就是 有的事情 你从 A这个角度去看 它是变的 但是 从 V这个角度去看 它 其实不变的 所以 大科学家 阿因斯坦 在他相对论里头 说明了 从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相对的外貌 就是说 外貌 是可以看出它 差异性的 它背后隐藏的不变性 好 就是在变的外貌之下 所谓相对 就是指它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 啊 这个 互相不一致的 那背后有隐藏的 一致的 特性 就像 物质呢 啊 跟能量 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啊 都是 会变的 啊 变来变去的 但是背后呢 隐藏的某种不变 就是 职能 加起来的 总和 是不变的 OK 所以 就 它的 这个 物质的 角度 来看 它是会变的 能量 看也是会变的 但是从 总和的角度看 它却是 不变的 所以虽然 苏东坡跟 爱因斯坦所观察的对象 都是 自然的失误 不包括这个软件 桌子等等的人造物 但是不管这个是自然物 还是人造物 啊 我们所关心的 所 看到变不变的 其实都是 一样的 一个人们的心灵 深处的一种 智能的 运作 OK 所以 人在看自然物 跟看人 人造物 其实 在内心的运用上 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观察 人造物 也能够 气氛出来 变 跟不变 OK 当气氛出来的之后 我们就将它分离开来 分开了之后 就可以得到设计 未来可以做更多的组合 跟创意 例如说 我们观察 车子的 车体 引擎 就车体 引擎 以及轮胎 就变的角度来看 轮胎每年都在换新 但是 车体 引擎 跟斯多连 多能难 依旧 并没有把它换掉 因此呢 汽车的设计师 就将轮胎跟车体 分开来 分开之后 得到一个接口 成为轮盘 或者是轮骨 OK 它是分离之后 未来要再把它 整合在一起 OK 整合在一起 但是 并不是说 要把这一个 现在的轮胎 跟现在的车体 分离的 那么 并不是未来 一定是把现在的轮胎 跟现在的车体 又合在一起 好 而是 而是呢 我们把这一个 现在的 今天的轮胎 今天的轮胎 跟今天的车体 把它分离了之后 我们的车体呢 它会加上 明天 明天的 这一个轮胎 OK 就今天的E 会配上 跟今天的T 分离了之后 今天的E 因为它 不变 所以 会跟明天的 会变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 创造的 明天的 一个 新的实物 明天的 这一个 新的东西 OK 明天的 新的实物 OK 好 那这个轮盘 就变成它的 Jaco 就变成它的Jaco 那它就 半年的 这个卡榫的 角色咯 同样的 在软件系统上面 我们也可以观察出 它的变与不变 然后 依据这个原则 跟手艺 也能够创造出 这个卡榫 函数 好 并支持各式各样的设计模式 所以 就Android的框架而言 所谓 不变 的部分 就指的是 各种应用程序之间 的一个 共同的部分 也就是 应用程序是 依据 表达的 就是 用户 以及 买主 的一个 特殊的需求 那 不变的部分 表示呢 是 这些 用户 以及买主 它 共同的需求 共同的需求 因此呢 我们从这个 共同的需求 跟会改变的需求 我们就可以七分的出来 便与不便 好 也就是 不随着 应用 用户 以及买主的改变 而改变的 好 我们称之为 不便 称之为 不便 OK 并不是意味着它 完全不便 OK 好 就像说 一棵树 那这个树干 跟树叶 跟树叶 好 我们 就 啊 这一个 变化的角度 来看 树叶 每年都在变 树干呢 好像 四十年都不变 但是 这是相对的 其实树干 每天也都在变 只是它变得非常的缓慢 就是它叫做 持续型的改变 叫做 continuous change 树叶呢 是蜕变型的改变 就是 每年都会换新 好 其实 两者都在改变 所以呢 就从改变的角度看 我们看到了树叶 跟树干 它的变化的频率 变化的幅度 变化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 就会看到 树干 好像 应该是 便宜不变 那么 树叶呢 便宜 三变 OK 好 我们再来看 当我们要画这个 海鸥跟虎蝶的时候 有两个 埋主 一个要画海鸥 一个画虎蝶 所以 两者的 这个 前景 就是 海鸥跟虎蝶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是因 用户跟埋主 而不一样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成为 它是 善变的 它是 会变的 至于 背景的空 天空的背景 的画法呢 是一样的 所以 从这个 天空的背景 来看 那 这两个音乐程序 并没有 差别 它对这个背景 并没有 这个 不一样的需求 因此呢 这个 画天空背景 这一段 我们就归到 不变 就归到不变 所以 这个 一致的部分 也就是 不变的部分 就把它 归到框架 那么 会变的部分 把它归到 应用的程序 归到应用程序 ok 好 归到web 所以 这个 不会 因为 应用 用户 跟买主 而改变 需求 而改变的部分 我们就成为 不变的部分 不变的部分 把它用在 应用框架 归到这个 框架的部分 那 会变的部分 归到 那 这就是目前 大家都知道 这个 android的框架 是由Google来 实际的 它可以支撑 40万上百万的 App的应用 也就是 不变的框架 可以搭配 千千万万个 会变的部分 所以 也就像 这个车体 今天的车体的不变 可以跟明天的 T走组合 可以跟明天的 T1 T2 T3 做组合 也可以跟 后天的 T1 T2 T3 做组合 可以创造出 无限多种的 华样 华样 无限多种的创意 所以 Android的应用框架 就类似 这个车体 它是共同的部分 它可以跟 40万上百万个 这一个 这个 特殊的应用 来做相结合 也就是 跟 这个 会变的部分 千变万化的部分 来做一个 分和自如 然后 记得 分得好 分得妙 就合得快 分得好 就合得有效力 OK 好 那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咯 谢谢你